接下来带您来到高雄的新农禁寺 参加阿弥陀佛法会 农历11月17日 是弥陀圣诞的日子 为了庆祝弥陀圣诞 祈祷世界和平 高雄新农禁寺 起见弥陀圣诞法会 大殿中 虔诚的信众 在法师的带领下 恭送阿弥陀经 庆祝阿弥陀佛圣诞 这次活动 参加者有在家居士 老菩萨等各界人士 这充分体现了 当今社会开始渴望 对内心精神世界 和信仰的热切追求 阿弥陀佛的圣诞 阿弥陀佛的圣诞 我在这里说几句话 我有感觉 我们现在的台湾人 每一个台湾的国民 每一个信徒 都非常非常坚信 非常非常认真 在赞设到 南无阿弥陀佛的圣诞 今天是阿弥陀佛的圣诞 那么我们全身的国復师 国政社 各国都集中的地 打佛出 在用功 在辉用给我们 世界平安 台湾平安 台湾平安 世界和平 台湾和平 世界人都健康 台湾人的人 大家相宽 都还是健康 弥陀圣诞法会 在一片佛号身中 圆满落幕 在法会结束时 法师带领大众 把这次法会的功德 回向世界和平 果泰民安 人们也都各自 带着生活的热情 信仰的坚定 去实践佛陀的教育 以帮助个人身心的提升 社会和家庭的和谐 安定与幸福 法界新闻 蔡孟章 刘明明 高雄采访报道